導演 章 主題 22年前桃園平城的一處空地 突然冒出浓烟 消防队扑灭活尸后 只看到一具僵尸 旁边抱着狗尸体 当年的目击者说 有看到三个不明身份的男女 出现在粉丝现场 但检警迟迟查不出来是谁 直到一名关键证人A先生 去年找上警方透露出命案的真相 本看独家找到了灵性死者的家属 林爸爸说 为了得到女儿的下落 已经向满天神佛祈求了22年 早年带着家人在东京生活 直到离婚后 才带着12岁的女儿回到台湾 刚回台时 女儿只会日文跟台语 所以被朋友叫做樱花妹 爸爸的手机还留着女儿的照片 照片中的女生长相清秀 长发及尖 相当漂亮 当她在15岁的时候离家 17岁的时候 瞒着家人跟着好姐妹 小银小珍去做槟榔骑尸 却惨遭毒手 当时潘性槟榔摊老板 表面是震惊生意 私下却做着步伐勾当 灵性女子看不过去 与老板发生争吵 被怀疑可能会成为料杯啊 而小银小珍因为嫉妒樱花妹 年轻貌美 会与她们争宠 所以当潘性男子与她们讨论时 决定除掉灵性女子一绝后患 一群人趁着灵性女子休息时 将人捆绑用胶带封住嘴巴 接着拔头发 泼滚烫热水 甚至用美工刀 活寡受害人的脸部跟大腿 一小时后女子失去生命迹象 熊丑们甚至还找来另外一名女子做法 擦黑狗血向挡杀 避免冤魂暴覆 参与行凶的冰郎摊 潘性老板在案发后不久 就收起桃源的店面回到台北 娶妻生女改卖肉羹 这段不为人质的过去 就连最亲密的诊鞭人也不知道 本刊另外找到了一名证人B先生 他透露去年A先生曾找他商量 两个人聊完后 A先生才鼓起勇气找警方说明 才让玄荡22年的冷暗黑幕出现曙光 老父亲抱着一线希望坚持了22年 随身带着女儿的证件 想念石就拿出来看一看 木正机关曾要求父亲 去把失踪的女儿登记死亡 但他都拒绝 觉得只要不去登记 女儿就还是活着 现在缺了女儿的时讯 只希望司法能还给女儿一个公道